淡水又有一个逛街买东西的好去处 美丽星广场热闹开幕了 这是一座以亲子生活为主题的商场 一块去看看 在去年12月 由美丽星集团在淡水淡海兴趣镇 打造一个全新北市最大影厅 也是淡水首度有大型电影城进驻 而今天上午 美丽星更结合了影城与周边商场百货 美丽星广场进行了开幕剪彩仪式 现场除了由美丽星董续长黄续杰 还有洪泰人社董续长 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等人一起 为淡水最大的百货商场揭开序幕 3 2 1 请拥结 美丽星广场南海管正式黑幕 请在那边一起二天掌声 在这边也希望打造一个 适合淡水地区能力的一个 一个生活的一个团厂 一个商场 虽然我们这边没有像新一区那种奢华的品牌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们努力的在这边要打造一个属于淡水冷的地方 我们这是一个 一个让淡水冷可以每天来逛都不会觉得有一个任何的经济负担的一个地方 让他们可以常常来这边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 然后一个温馨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的温馨的品牌跟一些吃喝欢乐的地方 就像我们的一个slogan一样的 董事长表示 地方要繁荣 交通要便利之外 生活机能也是非常重要 因此也希望打造一个适合淡水地区的大型商场 虽然没有像新一区的奢华品牌 但是可以让淡水居民来消费没有经济负担 而今天开幕的首日 就有许多居民特别来逛商场体验 并且表示住在兴趣镇越来越方便 除了可以看电影 还有大型的百货 每天都可以有充足的逛街时间 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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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看电影 很喜欢热闹了 以前看电影都要去哪里 台北啊 我都去台北啊 所以现在不用去 这样不用去啦 因为我们住在对面 走路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到这样子 譬如以前要跑到 比较近一点的话是内湖 然后或者大直 然后都要开车或者骑车 骑车也很远 对啊 基本上就不会去看了 然后这边有影城化 超方便的 我觉得还不错 开不开心 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影城可以让我看见任何新的影片 那我们主要商场的TA主要是亲子家庭课为主 除了美食街跟餐厅主题餐厅之外 还有亲子娱乐跟生活 居家生活类型 我们主要以在地客为主 对 那我们希望可以带动这里 因为您可以看到整个商场里面 有相当多艺术的墙面 旅行等需求 另外结合观光 融入公共艺术 将生活美学拉进到商场 增加气氛 而未来还会有许多的 买千送百的促销活动 以及配合影城的优惠活动 希望可以带给消费者最超级的购物环境 记者许多爱应该是下方回答